女蓝复仇日本腾讯体育9月26日去,2018女蓝世界杯进入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阶段,中国女蓝迎来老对手日本,她们在首节路后8分的情况下,后发之人,最终以87比81战胜日本。 晋级世界杯八强,中国对下一轮的对手将是澳大利亚,中国女蓝逆转胜日本晋级世界杯八强将战澳大利亚中国女蓝,逆转胜日本晋级世界杯八强将战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胜利。 不仅让中国女蓝完成了晋级世界杯八强的既定目标,更加让人感到欣慰的是,这是中国女蓝长达七年的时间里,第一次在洲际顶级赛事或世界大赛中,击败日本女蓝一队。 前不久结束的亚加达亚运会上,中国女蓝曾在小祖赛和半决赛之中,先后两次击败日本女蓝,并且最终夺得了亚运会冠军。 但是,代表日本女蓝出战亚加达亚运会,不仅仅是二队阵容,多数主力当时正备战奴街,正在进行的西班牙女蓝世界杯。 除此之外,中国女蓝还在踏上西班牙的征程之行,与日本女蓝有过一次热身赛中的交手。 当时面对日本女蓝即将出战世界杯的阵容,中国女蓝取得了一场13分的胜利。 然而,不管是亚运会上两胜日本女蓝二队,还是热身赛中完胜对手,都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复仇。 今晚,中国女蓝终于可以长输一口气,那口牙在心头七年的大石头,终于被挪开了。 中国女蓝上一次在正式的洲际比赛中计,半日半女蓝,还要追赐到2011年的女蓝亚紧赛。 当时苗力杰、陈娃、马增玉等老一辈核心球员还是球队核心,他们在小组赛和复赛阶段两度与日本相聚,分别以76-53和76比62击败对手。 当年的女蓝亚紧赛正式在日本上期举行,中国女蓝在对手逐场连锁日本,最终他们在决赛中击败韩国加冕冠军。 可是,那也同样是中国女蓝巅峰一带的余晖。 从长期亚紧赛之后,随着中国女蓝的更新扩大,亚洲蓝坛的格局开始发生质变。 此消彼长,日本女蓝则迎来了杜家富莱蒙为首的年轻球员局起。 两年之后的女蓝亚紧赛上,当两支球队再度相遇,实力对比发生了逆转。 2013年,亚紧赛中国女蓝以55比62不敌日本,老江陈南先生经历了这场比赛,而这也是中日女蓝低微白转的开始。 2015年的武汉亚紧赛,给主场作战的中国女蓝留下了耻辱性的伤痛,也给新一代的中国女蓝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。 这一届亚紧赛,中国女蓝先是在小组三阶段与日本相遇,她们仅一分的差距输给对手。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,当两支球队决赛再度相遇时,中国女蓝像是换了一支球队,她们瞬间被日本女蓝打垮,遭到了一场35分惨败,也在家门口与亚洲冠军吃枝交臂。 总局训练管挂的日本夺冠招经历那场比赛的中国女蓝队员和教练,比任何人都知道惨败,日本是多么痛彻心扉的一场失利。 从那一刻起,所有女蓝姑娘们的都在心理下定决心,只求我们迟早要到,去年夏天,当中国女蓝重新集结训练的时候,她们将日本女蓝亚紧赛夺冠后疯狂庆祝的照片挂在墙上,只在几率自己刻苦训练,早日完成复仇。 中国女蓝主帅许利明在中国女蓝全体队员面前这样说道,什么时候赢她们,我们什么时候摘下来。 一年之前的女蓝亚洲背上,中国女蓝曾有机会达成目标,但是她们与胜率十肢交臂。 中国女蓝在半决赛中与日本狭路相逢,在对方绝对主力杜加夫兰茫没有出战的情况下,中国女蓝以71到74的赌输给对手,无缘决赛。 也就是说,五年间三次终极大赛,中国女蓝在面对日本之时全部遭到败仗,七年来从未在正式比赛中击败过日本。 直到今晚,这个让人讨厌至极的魔招终于被打破了,今晚这场比赛的胜利,对于中国女蓝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并不容易。 首先比赛一上来日本女蓝就牢牢掌握住了场上主动,一度取得了8分的领先优势,日本女蓝年年标中外线远头将比分超出的时候,中国女蓝球员的脸上一度出现了落寞的神情。 至于2015年亚锦赛决赛上惨败之时是多么相似,但是,中国女蓝的姑娘们没有让悲剧重演,她们没有在艰难的局面中就此倒下。 中国女蓝从第二阶比赛中端开始将比分破尽,直到末,节比赛开打之前,中国女蓝已经取得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,应该说从那一刻起,胜利的天平已经向中国女蓝倾斜,好事多么。 日本女蓝在比赛最后两分多钟发起了疯狂反,中国女蓝一度陷入得分困境,在距离全场比赛结束,还剩一分多钟的时候, 日本已经将场上分差缩小到了两分,中国女蓝重置成城,守住了最后的防线,小将领阅鼠关键时刻强大内线的手,黄思静死亡封盖对方头号得分手高田珍稀,王思雨拔球线上稳稳拔中两球。 这一幕莫名人正本的时刻连续上演,中国女蓝也最终将胜利揽入牢中,比赛结束的一刻,中国女蓝的队员们围在一起,欢呼着敬客着。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复仇之战,他们也将从此战胜星魔,内挂在中国女蓝训练馆的日本夺冠照片,终于可以摘下来了。 中国女蓝不用继续活在不胜对手的阴影里,但是所有中国女蓝的现役球员,以及未来更多的年轻球员都应该清楚,中越女蓝之间的竞争从来不会停止,也从来不会轻松,我们期待着,当下一次面对这个老对手的时候,我们还能露出胜利的微笑,老猎人。